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三妹夫妇的楼顶菜园 高压繁殖这个果苗是常用的这个方法 你看这个,只要一个矿泉水平跟一把泥土就能够繁殖这个果苗了 这个是我们春天繁殖的这个葡萄苗,剩了很多根 然后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已经剪下来种了 已经是已经长得蛮好的了 那这个视频的话想跟朋友们分享这个具体的繁殖方法 这个是我们采用高压织条繁殖这个人性果 所需要到的工具就是一个矿泉水平 还有一把泥土就能够完成 首先我们先准备这个矿泉水平 一个矿泉水平就把它剪开 就要剪开了之后要带有瓶口的这部分就行了 底部这个就不用了 剪开了之后选定这个目标枝条 目标枝条的话一般是健壮的 而且是生命力比较顽强的没有病的这个枝条 那选定了这个枝条的话 栽掉部分的这个叶子 把这个栽掉叶子的地方刚好放得这个矿泉水平进去 它下面又有个叶子顶着这个瓶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这个 然后我们就在这段枝条 木质画跟非木质画之间这里 环锅一圈 把那个它的皮把它削掉 大概一两厘米宽的位置就行了 这样子小心一点削 不要伤得太深 然后呢套这个瓶子进去 套到 然后底部的话用一些树叶 我们用的是生姜 刚好采收生姜 这个叶子呢塞到这个瓶口 等一下放这个泥土进去的话 它不会 这个泥土不会流出来 用这个生姜叶子的话也能够杀菌 挺好的 你就找东西来塞到 然后就放这个泥土进去 这个泥土最好是消毒过的 没有并均的这个泥土 把它装满这个矿泉水平 塞了泥土之后 然后我们用一个铁丝来 把它这个割开的这个矿泉水平 把它固定 再找一条棍子 因为比较重嘛 这个枝条承受不了这罐泥土 我们需要一个棍子来把它支撑一下 然后就每天保持湿润就行了 那秋冬天也能够繁殖的 因为这个人心果的话 它一年四季它都有果的 所以现在这个枝条正好也可以繁殖 不规定什么季节的 我们经常用这个高压制条的 这个繁殖法的 那朋友们有什么疑问 或者建议和看法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教育的分享